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的朋友 桓总 桓总 今天大家带我们一起来吃地道的广州早餐 应该叫早茶 对 叫早茶 就是食在广州 味在西关 你今天是有福了 这就是吃货的聚集地 看见吗 我们这个地方环节非常特别 在一个公园的一家 华凡之上 你看好没有 是的 是的 这普洱茶吧 普洱跟菊花 普洱就集合 先喝一杯茶 清清味 清清清味 既有菊花的清香 又有果的这种醇厚 这样喝起来就更加入味 不香 比较好吃 你推定的是吗 半汤马铁 半汤马铁 蒜香蒸排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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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蒜云吉利粥 你看 养生精二点 蜂窝香鱼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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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钱度 特别香 跟境界都不同了 这位广州人真的好幸福啊 你好幸福啊 不单纯是一种饮食文化的 就这么一个范畴 它成为这种普通老百姓啊 聊天修行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从早一直 所谓的早餐一直喝到痛苦 然后延续到晚上 都有可能 对 就是用一张报纸啊 或是吃一个包啊 放在这里 然后就等着自己的好朋友 一起来喝早餐 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以上的吃个早餐 而是一种 从早到晚的一种休息生活方式 然后在这种氛围下面吃早餐 感觉就是不一样 福音就大开啊 对 嗯